好 还有这里来关系的是大年初四北返汉出游的车潮是再度涌现了 有许多民众早起但是呢还是塞在国道上面 像是这个雪碎哦 车流是已经一路回堵到了木栅 时速只有40公里不到 而预计下午这个雪碎北上的车潮会更塞 另外准备北上的民众也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像是国道1号 3号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3点是实施高承载管制的 三点之后恐怕会达到今年北上车流的最高峰 大年初四早上7点开始国道5号车流就从雪碎回堵到木栅 大家早起往宜兰出游却塞塞塞 讲出去走走的民众得多注意交通资讯了 初四初五两天实施高承载管制 我到1号高雄到内利 我到3号屏东九如到大西 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实施 而国道5号苏澳道头城则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 如果符合三人以上高承载管制 仅利用此时段出发 另外也可以利用0到7点清晨暂停收费的时段上路 年初四是我们预估北上车流最大的一天 所以我们预估我们呼吁驾驶驶朋友 可以多利用早上9点到下午3点 高承载管制的时间来赶快北返 尤其下午3点以后国道1号国道3号北返车流预计会相当的大 而国道5号上午南下时速只有40 预计下午会疏解 而2点到晚上8点是国道5号高承载管制的时段 符合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初四预计整体会有280万车次赛报国道